新竹市立委候選人 正正前25號推出最新的競選廣告CF 正正前主打要改變台灣社會 提升台灣的經濟與產業發展 更重要的是要帶領台灣 擺脫亞洲四小龍經濟的二名 第一個我覺得要讓經濟好轉 就是經濟其實是台灣 就是過去這幾十年來 在國際間立足很重要的一個資產 所以我覺得經濟一定要好轉 第二個狀態的時候 一定要讓人民的聲音 真正被政府所尊重 不能夠在選前把民主掛在嘴巴上 在選後的時候就把民主踩在腳下 那麼對於公投的主張 應該要予以尊重 而不是跟主流民意對感 那我覺得從經濟 從民主上面是一個很具體的部分 那麼第三個部分 我覺得一定要傾聽年輕人的聲音 然後解決年輕人對於未來的一個恐懼 讓年輕人有方向找得到未來 正正前提到當前民進黨政府 有許多令民眾不滿意的政策 他在民間聽到很多這一類的聲音 因此正正前希望由自己開始 引導一股正能量 真正改變台灣 最高的5%的所得跟最低5%的所得 差了113倍創歷史新高 那麼在經濟上面的時候 就是屏幕差距越來越嚴重 然後年輕人看不到未來 然後人民生活更加的困苦 那富能一樣就像空氣污染一樣 充斥著社會當中很多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次的選舉訴求就是說 希望要正能量 台灣需要正能量 這也是我們今天記者會的一個主題 正正前努力拼選戰 黨內同志包括議員黃文正 陳啟源以及林慈愛都到場力挺 希望與正正前一起 打一場充滿正能量的選戰 凱破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 文章 李宗盛